那么上节课给大家讲招投标呢 我们留下了一个尾巴 留下哪个尾巴呢 就是我们讲了投标的条件 关于投标的程序呢 我们这节课先去给大家去解决 好那么一起来去看一下 首先咱们来去看投标程序 那么投标程序呢 我不像我们的招标程序给大家去罗列相应的一个程序框架了 我们直接去看其中设计的小点 因为它主要是细节性的一个好查 对吧 好我们首先来去看第一个标志投标文件 我们要去编制咱们的投标文件的时候 满足的条件有什么 首先你这个投标文件要去响应 响应什么呀 响应招标文件 所以我们按照的是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编制 那再有呢 未响应它的实际性要求的 那么实际性要求就是咱们前面说到的 标底了 对不对 期限了 质量啊 等等相关的一些要求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实质性的要求 没有响应的 那么它就是无效标 对的要注意一点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一些格式方面的要求 那第一个就是咱们要进行盖章的 签字盖章的 这个投标文件的正本 除咱们这个封面封底 还有咱们的目论和风格页以外的其他的每一页我们都需要进行加盖的是投标单位的张 我们既要有张还要有签字 谁的签字呢 是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 就要有张 又有签字 投标单位的张 法定代表人的字 对不对 那么咱们一定要去注意 我们要是主页每一页都要去盖 除了说到的这四个封面封底以及风格页以外啊 相信咱们干干招投标的 我们就知道 我们经常盖到手软 是不是啊 那这个呢 咱们也希望大家注意 好 这就是第一点关于格式的要求 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份数啊 对于份数这儿啊 你看我们一二年的案例 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考试 份数啊 有很多学校说非常简单 但是一二年的考案例 考试的时候 你是否能找出这个不得之数呢 好 我们的份数呢 是正本一份 那么副本呢 是四份 我们是一加四 关于我们的份数一个限制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非常好理解的 也就是说呀 咱们这个投标文件 我们用什么样的专的程度呢 S值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这个编制的目录和页码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编制 它相当目录和页码 也变 以便于刚好的一个查询 那我们装订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啊 我们不得 不得是什么呀 采用火焰夹 因为火焰夹 你丢一个蜡一个 谁知道谁的原因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装订 不得采用火焰夹进行 进行盒饭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的点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 我们前面编了我编了投标文件了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注意的事项 也就是咱们最易考的点 就是关于投标保证金的 投标保证金呢 和咱们法规上重叠的 咱们就按照咱们重叠的部分进行一个补充学习 那么如果不重叠的 一切事物按照事物来就OK了 好吧 那么我们看我们18年的案例 以及18年的单选呢 都考了咱们相关的投标保证金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水里里边的投标保证金 它的考点又在哪里 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去交保证金 一定要注意啊 一个同时和谁同时呢 是在递交这个投标文件的同时 我就去交回保证金了 你不能说我前脚交了这个投标保证金 我后脚也就是 然后我再去交那我们的投标文件 或者是先交投标文件 我再去交投标保证金 不是的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是同时 这个第一个小点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呢 它要进行满足金额型 金额呀和形式啊 还有它规定的一个格式进行递交 并作为咱们这个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那么前面呢 就会在这个同时这儿 给大家设到相应的一个判断题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它这个单选题出在哪啊 那么这个18年的单选题啊 就是给大家分顺的一个题 是什么呀 说投标保证金呢 我要满足它的一个金额的要求 但是呢 我们投标保证金 一般不超过合同估算价的2% 那么但最高不得超过80万元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80万元 就是咱们所说的水利里边提到的一个比较简单的 和咱们法规上息息相关的最高不得超过80万元 好 那么需要大家去注意 那么这儿又提到了第二个估算价 估算价的2% 那么咱们在前面也提到了第一个估算价 我一直说和咱们的概算相关 息息相关 那么第一个估算价出现到哪里 还记得吗 第一个估算价是哪里 还记得吗 什么呢 对 监理监理一般不分标 当他这超过估算价的多少万元来着 监理50万元 对不对 咱们的监理分标 监理分标50万元 他针对的就是咱们所说的估算 最要注意的小细节点 对 这个注意 好 这咱们继续往下看 带了一个咱们的估算价 好 那么我们知道他的一个时间和金额 那么下面咱们就看他的一个形式 说以现金或者是支票形式提交的投票保证金 我们应该什么 从基本账户转出 也就是说你不能从分公司走 你得从他的基本账户转出 这个是一个小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就是咱们的联合投标 联合投标的时候 这个投票保证金 我们是由牵头人来去提交的 来去递交的 那么第三个 就是如果这个投标人不按照要求去递交 咱们这个投标保证金的话 我们这个投标文件应该是什么呀 作为无效处理 你必须要有的 投标文件的一个组成部分 投标保证金必须要有 你没有的话 你是无效标 但是我们不能将没有递交投标保证金 作为什么 拒收 还记得吗 投标保证金是可以作为你拒收这个 投标文件的理由吗 可以作为你拒收的吗 是不可以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 是不可以的 你不能说没有交投标保证金 它是无效标 但是你是接收完了 去审核的时候 所以不是拒收 拒收是表面可以看出来的 一个是资格预审 那么一起回忆 第二个呢 逾期到达 第三个呢 没有按照要求密封 除了这三个 其他的均不属于不可拒收的条件 对不能拒收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呢 保证保证嘛 只要你完成了你的相应的一个义务啊 对不对 相应的职责的话 那么我就要去退你的保证金了 那这个退保证金什么时候退呢 如果你按照正常的手续走下来的话 这个招标人 预咱们这个中标人签订合同 五个工作日之内 第一个是时间 那有学生说老师怎么这个水利上还没改呀 这个呀 我还真不太晓得啊 咱们说过好几次了 这五个工作日 但是呢 咱们法规上已经改成五日了 对吧 已经改成五日了 那么我跟大家这么说啊 如果咱们在判分析判作者题里边 如果是题目之中是五日 咱们不是错误 那么如果五个工作日呢 在水利教材上 我们在这个他没有改之前啊 比如说19年我们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错误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小点啊 这个五个工作日 咱们还继续看我们水利教材上 是五个工作日的时间啊 那么我们再去看他退 向谁去退退什么 第二个就是向谁去退 我们的对象是什么 向谁退退呢 向我们的未中标的投标人和中标人 他有两个对象 一个是未中标的 一个是中标的 那么退什么呢 第三个要注意了 他退的是投标保证金 还有什么呀 极其相应的利息 所以咱们一定要去注意时间 对象和退的金额 我们的时间是签订后的五个工作日内 对不对 我们的对象呢 是中标人和未中标人 对不对 这个呢 也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的金额呢 是金和利息 因为我已经按照你招标人 所涉及到的程序和要求 做出做了满足了啊 履行了我的义务 那么你退的时候 钱还有利息都要去退 这个呢 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三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涉及到了这个 这个投标保证金呢 它与投标有效期是一致的啊 与投标有效期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呀 咱们从投标截止日期开始 就要进入到了咱们投标有效期 对不对啊 也就是你呃 交咱们的投标保证金呢 和咱们投标有效期 它是一致的 一个小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那么前点呢 是说退 那么后边呢 是说不退的情况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不退的情况 都是什么情况啊 我们来说啊 投标人在规定的 投标有效期内撤销 或修改期投标文件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你不去退咱们的 投标保证金 因为到了咱们投标有效期 我刚才说了 投标有效期的 开始时间是什么呀 是我们投标截止日期了 你投标截止日期完了以后 你这个文件就不能修改了 那你违反的规定 那么好 我就不退你质量保证金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 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呀 这个中标人呢 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呀 无正当理由去拒签这个合议书 或者是什么呀 或者是呀 他没有按照招标文件 规定提交履约担保的 啊 所以呀 这个是给咱们简单说一下 是三种情况 拒签合同的 没有提交履约担保的 这三种情况 我们这个投标保证金 将不予退还 所以呀 对于投标保证金的话 你要么退 你要么不退 你退的时候 按照正常的手机来 你一旦违反了招标人的要求 那么我就不退你投标保证金 保证金就是保证你这个 在投标球期内 完整整的完成相关的程序 对吧 所以你一旦违反 那么就不去退你的投标保证金 这个大家需要大家注意的点啊 所以三种情况 以及前面我退的时候 履行的程序是什么 去对呀 去年就考了 别着急呀 后边有啊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递交投标文件 递交投标文件了啊 投标文件什么时候递交呀 也就是说呀 他在投标人 应该在投标截止日期前去递交 那投标已经逾期了 不就是咱们说了吗 逾期属于他拒收的条件之一 对不对 拒收的情况之一 那么 所以 你想让他不拒收 你就应该在投标截止日期前去 干啥呀 撤销 你可以去撤回 啊 所以他在递交的时候 有一个时间期限 投标日期前 将密封好的 将密封好的投标文件 向招标人去递交 那么如果密封不符合要求 或者是逾期送达的 我们将不被接收 也就是前面说到拒收的三种情况 还有一个预审 对吧 预审不合格 这个的摇摇注意的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四个 刚才有学生就问我了 说投标文件的撤销和撤回 那么这一块呢 我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去总和啊 和咱们教材上的稍微有一些差别 我希望咱们去按照我这个走找到其中的一个逻辑关系和一个区分 好吧 那么我们来去看投标文件的撤回 投标文件的撤回 那有学生说老师我课理解不了 那我在讲这个之前 咱们先去给大家说一个实例 好吧 那么我们都玩微信吧 先不说这个啊 先不说这个 我们先先说一个实例 让大家进来 撤回 你说我跟你发一条信息 我发错了 我马上就能撤回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超过了两分钟 对 如果超过了两分钟 你是不能撤回的 那么有时间期限吧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那么我们来去看一下 关于我们投标文件的撤回和撤销 它的一个区分是什么 我们来看啊 什么叫撤回 撤回是什么呀 它也有个时间期限 它说投标文件截止前 你是可以进行撤回的 因为它满足它的时间 满足它的时间 对不对 满足它的时间 这个大家要注意 所以这个撤回 它是发生在投标截止日期前的 它可以撤回 相当的投标文件 对不对 那么它已经撤回了的话 如果撤回以提交的投标文件 那么应该是在投标截止日期前 你撤回了 你刚才是交了 我已经收了你 但是你要撤回了 所以你得书面去通知这个招标人 给大家要注意啊 那么我们来去看 招标人已经收取质量保证金的 应当自收到这个投标人的书面通知 撤回通知之日内 五日内进行一个退还 那么前面是五个工资日退还 那么这个呢 是五日内进行一个退还 对不对 退还 投标保证金就是五日 只不过在这退还保证金的时候 你还用退利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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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投标截止日期时间是两分钟啊 我就是给大家简单几个例子 退还 所以呢 我们因为你这不是了吗 你这个在投标截准日期前 你是可以对你投标文件进行一些修进行撤回的 允许的 所以我要退你的质量保证金 但是你去止退金 没有什么利息 对吧 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我为什么要给你利息呢 不用啊 我们只退金 撤回我们要退金 对吧 好 我们来去看第二个 叫投标文件的撤销 投标文件的撤销 撤销啊 是是是发生的时间是什么呀 说这个投标截止日期后 投标截止日期后 我这个投标人呢 还要对这个投标文件进行一个收回 但是这个收回 他已经发生了效益 因为截止日期后 这个招标人要对这个投标文件进行分析处理了 他已经发生了 或者是说呀 你已经到达了 发生了你的一个意义 所以此时的话 你知道的是撤销 撤销 他是时间是后 那么其实咱们规定的是投标截止日期后呢 咱们这个投标人不得再去撤销投标文件 对不对 那么一旦你非得违反这个规定撤销了 那么我们这个招标人如何去处理呢 招标人就不去退还联报证金了 你违反我的规定啊 说你不能撤销了 不能撤销了 你非得撤销 那么给你的惩罚就是自己的 付的自己的挖的坑 自己填 那么我就去干啥呀 收没收 不再去退你的质保金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OK了吗 OK了 也就是说撤回 撤回 你给我通知 我五日内去退你的金 那么撤销 是时间不一样 我后我不允许的 所以我不退 OK了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因为都是咱们的设计小考点 所以在这会比较多一些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五个 那么第五个涉及到的呢 就是咱们关于评标的时候 他去要求澄清和修改投标文件 因为在评标过程中啊 这个评标委员会呢 可以以书面形式 要求投标人 对所提交的投标文件 进行书面澄清和说明 或者对细微的补差 进行一个补证 对不对 但是我们需要大家去注意 又有一个不得 说投标人不得主动去提出 比如说 我投标人也就参加评标会了 不是 那我说发现 说 某某某 就是评标委员会之一 说我有疑问 说我这个文件里边的 什么什么 什么写的不清楚 那你是不得 不得主动 你只能被动接受 这个大家注意啊 第二个 再有第二个呢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 是澄清和澄清说明和补证的 不得去怎么样 改变它的实质性内容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什么期限呢 标底呀 金额呀 质量啊 等实质性的内容 对吧 那么算数性的错误的修正除外 那比如说呀 我们是给的100乘以100 那么呢 咱们应该是等于多少呀 1万吗 是不是 100乘100等于1万吧 但是咱们这个投标文件上面啊 把这个100乘100等于了1000 等于了1000 1000万元 1万万元 对不对 1000万元 那么我们的频道委员会就该让我们的投标人进行一个澄清说明了 那么我们要去注意 这种是算数性的错误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其他设立到的钱是不可以的 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 好 没有问题啊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三个 那么第三个呢 仍然是在我们的澄清说明和补证的相关的内容呢 均属于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来看第四一个 第四一个呀 就是你如果再次要求 再次要求 我第一次澄清 你没有得到你这个频道委员会想要的结果 那么再次要求的时候 我们仍然进行一个配合 啊 来看第五个 第五个呢 如果投标人呢 拒不按照频道委员会的要求 进行澄清和修改的 那么这个文件 我们就要做成无效标处理 就是呀 你要去投我的标的时候 我招调人 让你干什么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 你就按照这么走 一旦不按照这么走 那么你的成果要自己承担 对吧 这个要注意的点 好 我们来去看第六个 第六个涉及到的 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投标有效期 那么对于水利里边 它的投标有效期呢 我们一般为56天啊 一般为56天 但是呢 不超过咱们可以适当延长 但是一般不超过90天 这个注意的点啊 说在文件规定的有效期内呢 它仍然是前面咱们已经说到了啊 有效期内是不得要求 撤销获期修改期投标文件的 那么如果你在投标有效期内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截止日期后 你去撤销咱们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给你的惩罚 招标人给你的惩罚是什么 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回 对不对啊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没收相应的金 投标保证金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那么在这呢 投标有效期内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 它的开始时间 就是给出来的 咱们前面给出来的截止日期 对吧 大家要注意啊 好 这个要注意的点 我们来去看第三个 那么对第三个禁止行为呢 在这就不大家去多说了 我们比较好理解啊 主要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咱们这个投标人的串通投标啊 我和你商量一下 是不是你让我注标 我给你了什么好处 投标人之间的 或者是咱们招标人和投标人之的串通投标 我给你一些信息啊 我就定了你了 你再找几个找几个赔标的 是不是啊 那么最后呢 就是咱们的弄虚作假的投标 你这几种情况呢 我们简单去了解一下就行了 在这呢 不给大家过多的赘述 好吧 我们一起往下看第四个 那么第四个呢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教材的一个 总结小点 那么我呢 给大家一表格的形式 我们再去看一下 关于意义权 那么18年17年的案例都考了 关于第一意义权呢 我们是分为了三个 三种类型 第一个呢 是对招标文件的意义 我们在前边 一起跟大家去讲到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开标的意义 第三个呢 就是评标的意义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对招标文件的意义的话 我们它的提出的时间 是截止日期十天前 对不对 这个它的时间 我们要注意 那么处理意义是什么呀 就是咱们在自收到意义之起 三日内要做出答复 在做出答复前 我们应该暂停招投缘活动 这个呢 是处理意义的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简单的一个备注 在前边已经来说了 我们一起回归一下就OK了 说未在规定的时间内 提出意义 不再对咱们的招标文件 相关的内容呢 提出它相应的意义 或者是投诉 也就是时间很重要 对不对 那么对答复不满的呢 我们可以向行政监督部门 进行一个投诉 但是呢 你一定要先来 在规定的时间提出意义 若答复不满 你才能提出相应的投诉 不能直接上投诉 给大家要注意的细节点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到了 对不对 还给大家去补充了 相应的四种司法阶级手段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开标 那么开标呢 开标是开标一个会 开标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提出的时间 开标的时候 你应该在开标现场 提出意义 那么开标现场 提出意义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当场解决 所以咱们一起来看啊 说意义成立的 招标人应及时采取 咱们的纠正措施 那或者是呢 提交咱们评标委员会 认为评审呢 确认不成立的呢 我们应该什么呀 当场去解释说明 也就是这样开标现场提出 你应该当场进行一个解决方案 成立的呢 我们就采取纠正措施 不成立的呢 当场解释说明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啊 和我们前面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平标的意义 平标的意义指的是什么呢 是咱们的对候选人啊 所以的意义 所以咱们他的时间是中标候选人的公式7 提出意义的话 提出意义的话 记住啊 提出意义的话 是我们平标意义针对的这个时间 那么提出意义了以后呢 我们如何去处理平标的意义呢 我们是他收到意义之内 三日起做出答复 做出答复前呢 应暂停咱们的招投标活动 和我们前面的招标文件的意义 它的处理方法是一致的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它的一个备注呢 就是未在规定的时间内 提出意义的 我们不得再针对平标 提出相应的一个投诉 啊 投诉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这个呢 就是咱们关于意义的 它的17年18年 连续两年都考了相应的按理题了 那么我们的19年 不能说不考 它可以去考 也可以以选择体的形式去考 但是我们的招投标呢 我们一般出 就出现到按理题里边的一小问 对吧 好 我们讲完咱们的程序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去看按理题啊 那么一起来去看一下这个按理题 它考的大家是什么样的内容 好 我们来看就是中型的水闸 在试工过程中 我们编制 按照要求进行编制了相应的招标文件啊 说我们事件一呢 说A单位在投标截止日期前提交了投标文件 那么这个是对的 你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了投标文件 对吧 你去往下看 评标过程中啊 这个A单位发现工程量清单有算是凶错误 所以以投标文件承清方式提出修改 招标代理认为不妥 妥不妥呢 我们来注意啊 说工程量的算术性错误 我们它进行除外 它是可以进行诚信后修改的 但是呢 它要怎么办呢 它是要我们的评标委员会 让你修改 让你诚信的时候诚信 让你修改的时候修改 你不能怎么办 主动提出 遂以是什么呀 我就马上 不等待别人说 不等待别人说 我主动 遂以就是主动啊 我能主动吗 不能主动提出 对吧 所以在这儿是不妥的 对 不得主动 好 我们来看事件二 事件二呢 说招标人收到意义后呢 对评标结果进行了公式 那么A单位呢 对评标结果提出了意义 也就是呀 我们事件二考察大家的是什么呀 对评标结果的意义 评标结果的意义的时间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我们的公式期 中标候选人的公式期内提出 它的处理方法呢 收到意义的三日内做出答复 做出答复前呢 我们暂停照投标活动 对吧 对 不得主动 我们一起来看想要的问题 第一个 指出事件一中 A单位的做法有何不妥 说明理由不得主动 对不对 第二个 事件二中 A单位对评标结果有意义时 应在什么时候提出 提出意义后应如何处理 不管是第一问 第二问 我们都是有两小问组成 第一个 你先去答有何不妥 再去说理由 第二个 我先去说时间 我再去说它的处理方法 对不对 好 前面就回忆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我们参考答 第一个 说事件一中 谁谁 A单位发生 公众量清单 有算是行错 我遂以投标文件 澄清方式提出 它的修改是不妥的 前面指出不妥之处 就是有何不妥 你要指出 它的不妥之处 那么下面 我们要注意 一定要答上理由 点点 俩字 那么理由是什么 在评标过程之中 只有它让你去答的时候 你才能记答 而且以书面形式 要求澄清 我们的投标人 是不得主动去提出 它的澄清说明 或者是不正的 对吧 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对我们评调结果 有疑义的话 我们应该是在 中标候选人的 公式期内提出 那么它的处理方式呢 就是收到一以三日内 做出答复 做出答复前 应暂停我们的 招投标活动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 关于招投标里边 所给出来程序里边 涉及到的相应的一个口点 我们多以我们前边找出不妥之处 并说明理由 并改正 或者呢 我们可以以简单的答题 给大家进行一个出现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招投标 那么招投标呢 讲的时长比较长 比较细 分析的也是比较透的 那么希望咱们学员 在基础课里边 仍然是我们以牢为目的 所以咱们的课时可能会比较长 好 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那咱们去让给说的答案 不错 那么关于我们招投标的学习呢 我们就到此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今天呢 咱们再继续往下看 关于这个招标文件的一个学习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开始进入到 关于合同类的一个学习 对吧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我们关于招标文件2里边 设计的考点都有哪些 第一个呢 就是文件构成 合同文件构成 对于合同文件构成呢 在此呢 设计的内容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多以选择形式出现 我们一般都是按理题 在这有一个选择题的形式出现的 非常开心 对吧 好 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开始涉及到我们的案例了 说进度管理 你一提到进度 就是咱们的时间 时间在工期上 就是咱们给出来的开工 完工 或者是暂停 提前 延后 这些描述 对于我们的进度管理呢 我们通常就会根据的 跟咱们后边涉及到的施工组织 进行一个间接的考试 所以对于这一块 我们必须要进行理解分析 对不对 我们才能去结合其他的内容 去分析 想要的考点 好 我们以案例为主 第三个就是变更 对于我们这变更呢 其实在每个工程里边 基本上都会遇到的 对不对 所以对于变更这儿 我们要掌握它的全面 第一个 要掌握变更的范围 第二个呢 要掌握变更权 第三个呢 要掌握程序 我们其中 我们还会顺着到变更的估价的原则 也就是咱们的变更的价 这些呢 都是要我们进行掌握的 它考的是什么呀 案例 间接直接都会去考 所以其中一些内容 比如说变更估价 你是必须要进行一个牢牢的掌控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四个 第四个呢 就是价格调整 也就是钱 价格调整的时候 我们这个价格调整公式 它的掌握 你要从字母含义进行掌握 你要会进行一个计算 会进行一个代入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本节课的主要考点 相对的话 它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所以希望咱们居然仍然是 跟进我一起学 不要放松 就还一个半小时了啊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首先咱们要去看比较简单的 关于施工合同文件的构成 施工合同文件主要考选择 我们要去看一下 它的构成都有哪些 首先咱们要去看 施工招标文件的构成 关于招标文件呢 在前面已经说到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给大家提过了 在这呢 再次强调 它是有咱们的四卷八张构成的啊 其中第一卷呢 是指咱们的第一张到五张 包括的是咱们给出来的招标 招标公告 或者是咱们的投标邀请啊 投标邀请啊 投标邀请邀请招标的 对不对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有咱们的投标人须知 评标万法 合同条款及格式 工程量请单 好 那么在此的话 谁是必须要全文引用 不加修改的 有一个回忆 谁呢 谁呢 这谁 全文引用不得修改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是全文引用 不得修改 是谁呢 三个 在前面已经跟大家说了 不得修改的是有谁 是有投标人须知 评标办法嘛 我们是最低评估法 还是咱们的综合评估法 对不对 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叫什么 一二 第三个叫的通用合同条款 对吧 对 通用合同条款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对吧 好 那么在这呢 除了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不得修改的相关内容 我们还要大家注意两个小点 那就是下面涉及到的 合同条款及格式 也就是说 合同条款及格式 它包括哪些内容呢 我们需要大家注意 我们的合同条款及格式呢 包括了仨 哪仨呢 就是咱们的通用合同条款 前面跟大家说了 还有咱们的专用合同条款 以及我们的合同附件格式 以及咱们的合同附件格式啊 有三个组成 因为呢 体现有三个组成的 就是咱们的选择地里边啊 最爱出有三个组成的 因为它好去凑我们的ABCDE啊 对不对 那抓住我们出题的人的小心思 那么我们这种小考点也就出来了 包括合同条款 有两个通用和专用格式 合同附件 就OK了 好 我们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就是合同附件格式 还有分了仨 那么合同附件格式 这仨 卡吗 卡吗 有学员说卡 一卡一卡的 我这有不卡啊 好 那么如果学员太多卡 我们直接呼我啊 直接呼我刷屏 然后我再照技术给咱们去修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合同附件格式 那么的合同附件格式 包括的是哪些呢 啊 我们包括的是咱们的合同协议书 还有咱们的旅月担保 还有预付款 担保 这三个 那么这儿啊 所以在这儿呢 是由我们的三加三组成的 首先我们要注意合同条款和其格式 包括的是什么呀 通用专用 还有合同附件 对不对 那么合同附件格式 那么附件附哪些呢 附的是咱们两个担保一个书 两个担保是旅月担保和咱们的预付款担保 再有两个书就是合同协议书 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好 这就是咱们可以出到相应的三个以选择体形成出现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往下看呢 需要大家给大家再强调一个公众量清单 因为公众量清单啊 公众量清单书啊 公众量清单呢 是咱们在我们的成本里边主要用到的公众量清单 涉及到的 比如说分类分项啊 措施啊 其他呀 零星啊 公众量清单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招标文件的公众量清单 它的内容是涉及到哪些 我们公众量清单的主要内容呢 是包括仨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公众量清单的一个说明啊 是什么公众量清单 对不对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 我们是投标报价的说明 因为我们的公众量清单呢 是咱们在投标报价的一个依据 对吧 所以在这两个说明 再有就是咱们公众量清单的相关表格 因为这个相关表格呢 就会涉及到分类分项 措施 零星 其他等等 所以呢 我们需要大家去注意 它也是包括三个和咱们成本息息相关 所以在此呢 我们重点给大家去强调一把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所设计到的第一卷 设计到的两个小考点 那其他的呢 就第二卷呢 我们就了解一下行了 包括第六章 就是指南的图纸 第七卷呢 就是有第七章 关于接手标准和要求组成 我们的第四 第四卷呢 就是第八章 关于投标文件的格式 好 对于前面呢 我们就重点去掌握的是我们一个条款啊 合同条款 几格式 还有咱们公众量清单 它设计到的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 它可以出到的考点呢 就是关于咱们施工合同文件 因为前面一直在跟大家说的是招标文件 那么我们这下面要进入的什么呀 合同管理 所以咱们必须要了解的 就是你合同文件的构成 那么合同文件呢 就是指组成合同文件的各种文件 合同的各种文件 包括哪些呢 包括咱们的协议书 中标通知书 投标函几 投标函附录 专用条款格式 通用条款格式 技术标准和要求 还有咱们是前面是什么呀 投指以标价的公众量清单 经双方确认进入合同的其他文件 这个呢 我们要注意 这几项我们必须要一一能说出来它的名字 那么除了我们要知道它的名字以外 我们还要注意它的一个解释的优先顺序 尤其是这个解释的优先顺序 我们是可以考到相应的盘序体的 需要大家注意 那这个这么多我都需要去记怎么去记呀 在山山老师的课里边啊 就该给大家去讲故事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仍然是故事 淘气的故事 就是往人家写里边啊 写中 写中 投 砖头 我投个砖头啊 写中 投 砖头 这个计谋 这个计谋意图啊 我得被它识破了 它太精了 是不是 投砖头 计谋 意图已经被识破 我 我这个想 想逗逗你这个意图啊 你就给我识破了 就不好玩了 对吧 哎 这个呢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点 一个小淘气 对不对 一个小淘气就出现了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这个是什么呀 那写就是咱们所说的协议书 重呢 就是指重标通知书 对不对 好 头呢 就是投标函和投标函的附录 那专呢 就是咱们的专用条款 头呢 通呢 对不对 哎 就是咱们的通用条款 记呢 就是技术标准和要求 图呢 就是图纸 以呢 就是以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对不对 经呢 就是经双方 确认进入 核顿的其他文件 所以这个小淘气的故事 就帮大家简单去梳理一下 我们去应对咱们这个顺排序题 也就是顺序的题目 这个要注意的点 写住的啊 怎么都可以啊 这个呢 我是跟大家剪个小故事嘛 每个老师有每个老师小技艺技巧 你也有自己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下面这个排序题 那么看到排序题 首先你要做到的 无论你掌握的怎么特别好 还是咋的 那么排序题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排除 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个排除题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那么首先我们要注意它的解释有限顺序 来看 那么我们来看ABCD 第一个都是7 7是什么呀 鞋中 头砖 头啊 给它往鞋里边头砖头 所以是鞋中 7 1 头 头什么呀 头 也就是咱们的头标函 没有头标函 砖 7 1 全是7 后边是23还是32呢 我们是砖头 所以是23 对不对 砖头 所以是23 那么32的就不对了 A 所以我们的B 和咱们的32的和我们的D 都是不对了 我们应该是23 对吧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有人选错吗 都给我给出答案来了 再有呢 计谋意图 所以先是计谋 再是意图 对不对 好 先是计谋 再是意图 所以是G 所以是咱们的4 那么已经被识破 是在最后的 所以我们的A是不对 正确的答案 就是咱们给出来的C选项 鞋中 头砖头 计谋意图 已经被识破 对吧 没有问题了吧 看我们选的是什么呀 C选项 一定要去注意 这个排除法 找出不同 然后我们再去看 启动的知识点 是不是一样的 解释有限顺序 排续题 好 那么关于我们可以出到选择题点呢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那么下面咱们要进入的 就是可以出到案例题的各种点 我们首先来去看 第一个 发报人的义务和责任 那么我们来去看一下 发报人的基本义务是什么 对于发报人这些基本义务的话 我们要进行一个了解啊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他要遵守法律 对吧 第二个呢 发出开口通知 我们要注意的 这个发出开口通知 是指这个开口通知的发出 我们这个发报人 要经过他的允许 那么真正去把这个通知 放到这个承包人的手里的 是我们的监理人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小点啊 发出开口通知 好 来看第三个 提供施工现场 第四个呢 就是协助咱们这个承包人 去办理证件和批件 比如说咱们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啊 等等啊 属于咱们承包人的 因为咱们一般的时候 项目法人要直接和政府打交道 所以要去协助我们的承包人 去办理箱的证件和批件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组织的是设计交替 我们要注意啊 这儿一定要注意是设计交替 因为咱们在前面提到这个安全的时候 我们去编装项安全技术措施的时候 我们要组织所有的施工人员 进行的叫安全技术交替 那么那个安全技术交替呢 是咱们这个施工单位 但是呢 这个安全设计交替 安全技术交替 那是咱们的施工单位 但是呢 设计交替的话 就是咱们的发包人 项目法人来进行组织的 这个呢 咱们要去注意 好 这个大家注意啊 一直在问讲到几月份啊 6月中旬左右 1月中旬左右 好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六个就是支付合同价款 对吧 那么发包人肯定要支付合同价款的 那么承包人 干活儿 你也来出钱 好 我们下边第七个 就是组织法人验收 因为我们在进行验收的时候 分了两大来 一个是法人验收 一个政府验收 对不对 那么对于法人验收的话 我们要注意 就是由咱们的向法人 就是咱们所说的 像发包人来进行组织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 我们的七个 关于他基本义务的小细节 进行理解 注意 那么继续往下看 他的注意事项 那么他的注意事项 就来到了我们具体的一个考点 首先我们来去看开工通知 开工通知 就属于咱们的基本义务之一 对吧 那么去看开工通知 他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 说监理人应当在开工日期七天前 向咱们这个承包人去发出开工通知 监理人在发出开工通知前 应获得发包人的一个同意 对不对 我们监理人的背后大包子 就是咱们的发包人 所以监理人的一般指示 都是要视为发包人已经同意 所以你开工通知 那么你养钱 要去获得发包人的一个同意 对吧 这儿呢 是的是开工日期七天前 那么这个开工日期 到底是指什么呢 是指咱们指的是开工通知中 在明的这个开工日期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那么我们的工期呢 一般是从这个开工日期 开始计算的 这个小点 我们注意的可以了 我们重要 知道前面有一个开工七天 我要去发这个开工通知 把这个通知发到承包人的手里的这个人 叫监理人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 来去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说承包人收到开工通知后呀 14天呢 都收到我14天了 但是呢 你还没有按照进度要求 及时进场组织施工的时候 这个监理人呢 可通知这个承包人再次 也就是我再次给你下个通知啊 再次通知你了 但你在接受我 接受到我再次通知以后的 七天内提交一份 延误书面报告 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这个进场的延误书面报告 并报送咱们这个监理人 你得说明你为什么呀 对不对 你得说明你的感动措置是什么呀 这个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内容上 需要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注意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它的内容 我们需要大家进行一个注意 它的内容呢 是可以出现到案例题了 我们在二件的17年案例题就出现了相应的一个题目 这个大家要注意 它的内容是说明不能及时进场的原因和不及的措施 第一个我要有原因 第二个我要有措施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啊 这就是咱们涉及到关于开工通知 它的时间以及人 还有一些报告的内容的案例小点 好 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进行一个基础上的理解呢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这个竖轴 帮大家再次去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要进行发这个开工通知了 那么这个开工通知 它的发出呢 是监理人来发给我们的承包人的 它的时间呢 是在开工日期7天前 对吧 但是呢 我发出这个通知啊 你在14天末的时候 你还没有进入到咱们这个施工现场的话 你这个承包人 那么我这个监理人呢 就要再次发出通知 那么你接受到了我的第二次通知的7天内 你要给我去交一个延误的书面报告 那么这个延误的书面报告 它的内容呢 是包括两个啊 延误的书面报告 它的内容呢 包括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原因 第二个呢 就是咱们的措施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细节点 好 那么一个竖轴 跟大家去回顾了相关的内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 我们承包人 它的基本义务里边 所大家注意的事项 叫施工现场 施工现场 那么这个施工现场 我们是发包人来提供的 对吧 那么这个发包人 在什么时候提供施工现场呢 它是在合同双方签订了 协议书后的14天内 将我们本工程的施工范围 这个图去提交给承包人 那么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范围图呢 应该去标明它的永久占地 与临时性占地的一个范围和界限啊 而且我们它的一个施工用地呢 在专用合同条款这几个月定 我们要注意它要区分永久和临时 那么比如说咱们临时的房屋啦 办公啦 还有咱们的仓库啦 还有咱们的各种加工厂啦 都属于临时性的占地 因为它的临时性占地 我们建工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恢复 所以呢 这个大家要注意 永久和临时占地的一个界限和范围 再次强调一遍啊 我们要去标明的是这两个 那么再有就是咱们的一个时间 合同协议书前提后的14天内 这就是施工现场 需要大家注意的点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那么学校说老师你丢了吧 不是我们还会设计到 呃那个发毛人去买材料的时候吗 那么那个呢 会放到我们蓬包人那里 一起来进行学习 所以咱们学员 我没有丢任何指示点 我只是把它进行了一个规律的学习 便于大家去学习 这个的也要注意的点 好吧 这个啊 还有后边我们涉及到的履月担保 我也没有丢了 只是放到我们最后和前相关的六项 款合金一起学习 也要注意的点 好我们一起来看监利人 那么监利人在合同中的作用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监利人的职责和权利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监利人是什么呀 他是不是合同的第三方 因为监利人和我们发毛人 签的这个合同叫什么合同 签的这个合同叫什么合同 感觉速度有点快了 你们上周不是说我速度太慢了吗 我这周加快了也没有说快了 他们两个之间签的是委托合同 所以他并不是合同的第三方 对不对 因为咱们这个监利人是收发毛人的委托 按期遇承包人签订的失贡合同 这个期是谁呀 受我们的发毛人的委托按期遇 期是谁 谁遇咱们承包人签合同啊 签的失贡合同啊 按期就是指按发毛人与承包人 他签订的失贡合同进行一个监利 对吧 对是发毛人这个小点 我们要注意 第二个呢 就是咱们说到的 说监利人发出的任何指示 应视为已得到发毛人的一个批准 这个已得到发毛人的批准 你虽然得到了发毛人的批准 但是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但监利人无权去免除或变更合同约定的 发毛人和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因为你不是合同的第三方 虽然你得到了他的确认 但是你没有什么权 没有实权 因为我们的失贡合同 是我们的发毛人和承包人去签订的 你不是第三方 所以你并没有实权 你不能去免除或变更相应的合同内容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没有实权 是无实权的 因为在安利体中呢 就会说到说 因为监利人 怎么怎么样去免除了各种职责 然后呢 我们要进行索赔 这个要注意 他说没有权利的 我们在安利体中会出现到相应的一个分析体 好 我们来去看第二个 就是监利人的指示 首先我们来第一个比较简单 就是监利人呢 他的指示呢 在咱们的失控现场 什么叫监利人的指示啊 他要有章 还要有签字 章是什么呀 就是盖的监利人的授权的现场机构章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你要签字 谁签字啊 监利在施工现场的老大 叫什么呀 总监利工程师嘛 要么你总监利工程师签字 要么总监利工程师授权的监利人员签字 啊 就和咱们前面的 谁也是比较有章有字的 我刚讲了啊 是谁 我在前面也讲了一个 谁 哪个文件也是要有章有字的 盖的是单位的章 但是签字呢 是法令代表人来去签字 谁呢 哎 投标 投标文件 对吧 投标文件 那么签字的一般都是老大 那这个签字的不就是投标单位的一个法令代表人吗 是吧 哎 这个大家要注意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或者是授权的代理人 那么这也是授权的监利人 是吧 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一个处理 我们简单去过一下 紧急情况下 你可以进行处理 但是你最后也要形成一个书面的证据资料 啊 说在紧急情况下 总监理工程师或被授权的监利人呢 可以可以当场去签发临时的书面指示 承包人应该在监理人的眼皮子底下干活 所以你要去干一些不是常规的啊 不是常规的施工的话 你要发出 你要根据他的指示来走的 那么紧急情况下 我可以发出临时指示的 按照机遵行 那么承包人在收到临时指示的24小时之内呢 向监利人发出书面的确认函 也就是说我们24小时 紧急情况24小时 最后呢 临时了 也要变成确认 那我们在收到确认函的24小时之内呢 未进行答复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确认函 是为他的正式指示 这个要注意 急性情况可以 可以 急性情况可以发出临时 但是临时最后要变为正式的 涉及到的 他的时间期限就是24小时 那么继续往下看第三个 说出合同另有规定外 承包人 看啊 因为咱们在说一些绝对化的描述 比如说 只有啊 全部啊 对不对 禁止啊 不得呀 都是咱们需要大家注意的词 尤其是很多情况下 我们不会出现 只有 那我们来看 这个 这有个指 是什么呀 说承包人呢 只从总监力工程师 或者其授权的监力人员那 取得指示 因为我们要在监力人的 演出次第3活吧 这个指示非常重要 但是不是所有的指示都存在的 我们要注意 要么是我们的老大 总监力工程师 要么是其授权的 要么是其授权的监力人员 那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啊 那么我们总监力工程师 叫A 那么我这个总监力工程师啊 我授权了B和C 但是呢 如果发生了情况以后 我这个D呀 监力人员呢 发出了这个指示 那么 这个承包人呢 就按照这个指示 进行施工了 那么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啊 你发生了索赔 你发生了索赔 比如说咱们钱 我要去索赔钱了 那发生了 按照他的指示 发生了钱 那么我这个承包人呢 就向我们这个发包人 提出他的索赔 那你说符不符合要求 你说符不符合要求 D没有受到授权 直接发出指示 但是啊 你这个承包人 不知道 你这个承包人呢 忘了只能从他授权的 和总监力工程师 不符合这个规定了 那你还提出索赔啊 你就不应该这么办 对吧 是不会不符合 相应的索赔要求的 对大家要注意的 他的一个相应的描述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监力人的商定和确定权 啊 我们16年的案例 曾经就考了 那么对于我们的16年的案例 他考呢 首先我们要去看的 前面的一句话 他会考你一个判断题 那么后边的合同争议处理 他会去考你相应的简答题 那么首先来去看 说监力人的商定和确定 不是强制的 也不是最终确定的 对总监力工程师 有意义的话 构成争议的呢 按照咱们合同争议的确定来走 对不对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注意的 就是后面这一小句话 在争议解决之前 我们双方应该是怎么办呢 暂按总监力工程师的 确定执行 你不能说 你说了算 你得去暂按 那么如果 如果我们最后的决定 和我们监力工程师的一个指示 总监力工程师的一个指示 有出入的话 要么去补偿 要么你来补偿 互相补偿嘛 但是呢 在争议为解决之前 你还是要暂按 这两个字 要注意分析判断题 好 我们来去看台的简答题 说合同 按照合同争议约定的处理 那我们来去看 合同争议处理的方法 有什么 有咱们的友好协商解决 还有我们的B 提审这个争议评审所评审 那么CD呢 就是仲裁和诉讼 又一个四方法 那么前面要给大家补充了一个 叫什么呀 司法救急四手段 还记得吗 和这个是很像的啊 我们叫什么呀 澄清或修改意义 还有什么 澄清或修改 澄清或修改意义 还有下边两个 一个叫投诉 一个叫咱们的诉讼 所以这两个四 两个四方法和四手段 曾经出现的过按理题 但是1718均没有出现 那么19年会不会出现呢 那么今儿你掌握了 会不会出现 出现了 拿上这几分 对吧 还不错啊 那么一起来去看按理题 学完这个 咱们一起来看一项的按理题 说某水库出现加固的工程 施工中发生了如下时间 这个霸顶啊 他的道路施工中啊 向法人要求这个设计单位 将咱们这个水泥混凝土路面呢 变成沥清混凝土的 因缘合同中 无相同及类似工程 施工单位向监理工程师提交了 他的一个报价单 那么总监理工程审定后呢 审定后调低了改单价 监理单位认为价格过低 经商应为国为维护自身的权益 来去看 为维护自身的权益 遂停止施工 可不可以停止施工呢 可不可以停止施工呢 遂停止施工 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我马上就遂停止施工了 我说了算 不可以吧 我们应该是什么 暂按照总监理工程师的指示 对吧 所以在这儿是不对的 并书面通知了咱们的建立工程师 我们来去看问题 第一个 施工单位停止的 停工的做法是否正确 施工单位可以通过哪些途径 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他分为了两小问 那么第一个 他并没让你说理由 直接答出他是否正确 第一问 第二问呢 再去说的是简单题 又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 首先咱们要答出来的第一个 就是施工单位停工的做法不正确 一定要去保证你的分条 保证你每句说话的一个完整性 每句话你得说完整了 比如说我说 1 6 7 8 9 10 那我的2 3 4 5去哪了 是吧 或者是我直接说10 那你10怎么来的 1 2 3 4 5 数下来的 1 3 4 6 7 8 9 10 数下来的 对吧 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看 说做法什么呀 不正确 你直接答不正确 可以给到你的分 但是给你这分 你心里 孤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 颤抖啊 为了让你的心 踏踏实实的 放到肚里边 所以你要答出来 施工单位 停工的做法不正确 好吧 我们来去看一下 维护自身权益 包括这四个 协商 友好的协商解决 要么呢 我们是提起争议 评审组的评审 再有我们的仲裁 最后是咱们的诉讼 好 那这就是关于咱们的简答 以及咱们考察 相应的一个分析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